雅各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人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使人 自由的律法 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 说话 行事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原事项审判夸胜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虚服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该信心是义吗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行 既女拉罕 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